据印度媒体报道 近日 一名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的27岁女子 起诉她的丈夫隐瞒秃顶的事实 并要求与她离婚 据了解 这名拒绝透露姓名的女子 是一名专业会计师 大约在11个月前 她和28岁的丈夫订婚了 但是 在他们相处期间 丈夫一直都戴着假发 而当他们正式结婚只有两天的时候 女子发现了 丈夫其实是个秃子 于是 女子起诉了她的丈夫 该女子还说 如果她知道丈夫是秃头 她就不会结婚 现在她坚持离婚 因为她的丈夫对她撒谎 根据这名妇女的投诉 在塔纳农村的 纳亚纳格尔警察局 已经根据印度刑法第406条和第500条 对那名男子立案 除了掩饰自己的秃顶 该女子还对丈夫和其家人的某些行为感到不满 女子声称 她的丈夫老师对她疑神疑鬼 会私自查看她的手机 检查她的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 她还声称 她的丈夫还在她不愿意的情况下 强行与她发生关系 另外 该女子还指控她的公婆骗她结婚 并向她索要嫁妆 因为自己的丈夫隐瞒了秃顶的真相 而坚持离婚的女性绝不多见 这位女性算是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 不过 除了丈夫秃头就要离婚外 还有一名女性也因为一个奇葩的理由 想要跟丈夫离婚 据悉 印度北方邦的一家宗教法院 曾审理过一起离婚的案件 当时一名女性将其丈夫告上法庭 要求与其离婚 但是原因竟是 丈夫太过于完美了 让她感觉窒息 那名女子表示自己很难过 因为她的丈夫从来没有和她吵过架 丈夫完美的爱把她逼疯了 所以才刚刚结婚18个月的女子 就闹起了离婚 但是因为这一对夫妇有着宗教的背景 所以该法庭的神职人员 拒绝了她的离婚请求 因为她认为这种决定是轻浮的 并拒绝同意该女子离婚 要求这对夫妇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这名女子去村务委员会 说明了她的问题 然而当地的村务委员会 也表示她们在这件事上没有发言权 因为丈夫的秃头想离婚 因为丈夫的太完美也想要离婚 这离婚的理由确实有些另类 不过说到底 这也是她们自己的生活 如果觉得另一半的这些缺点 让自己难以忍受 那做出一些改变也无可厚非 毕竟对于印度女性来说 能在婚姻当中掌握主动权 已经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了 这些缺点了 这些缺点的缺点